它是老舊的颓废的还是带着鬼故事呢 其实台湾现在有很多老屋它找到新生命 经常都老屋常没有人去 但是呢我今天看到这本书老屋岩 我发现台湾有很多很可爱的老房子 它其实走的并不是可爱 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样的食物特别好吃 它是每一个老屋都有它不同的容颜 老屋岩一如它的书名 我觉得每一个老屋都有它不同的风情跟容颜 而这本书透过新永圣跟杨朝景这两个年轻人的观察 它帮我们找了台湾北中南24个非常有特色的老屋 我们通过他们说明 我们会发现一道老屋去会找到不同的感动 老屋要怎么看 老屋可以从它的窗框 可以从它的地砖 从它的彩砖 甚至是磨石子地板 或是洗石子的墙壁 你都可以看到老屋的风颜 其实老屋呢 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生命力 老屋屹立在那边 它提供新的样貌给我们所有的游客 但是我们除了在游玩之余呢 你透过一个花砖的说明 知道吗 在台湾 花砖是代表财富 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铁窗 它原来是顺天外科诊所 那你都来到这一家外科诊所 它现在当然已经变成是一个文清味非常重的咖啡小店 在这边如果没有定位 是没有办法享受这幽闲的午后时光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地砖的颜色 代表当时外科诊所的问诊间 还有等候室 在这边呢 你不再会感觉到医院的阴森或诊所那种痛苦 你反而感觉到老屋在巴洛克风格之外 它非常安静的 优雅的 属于文清的老屋眼 在老屋眼这本书 找一件你喜欢的老屋 相信你会重新认识老屋 感受老屋的可爱的地方跟眠的地方 如果你现在只想找一个很悠闲的地方做作 不妨就来看这本老屋眼 相信会让你看到不同的老屋型风貌 现在不接近的老屋行応isini 找一个 wild屋 icon 跟市场相é相機 使用了谋人 这本老屋诈的几守 都只是饿下何竟不客气 这本来的山姜 帮忙